你打我 我告诉你 你会后悔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爱媛的话 我都听见了 爱媛 你听我说 你知道吗 一直以来 我以为 爱媛是在跟我斗气 故意要跟我抢你 刚才我才明白 原来该走的人 应该是我 或许 或许他比我更爱你 你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想退让吗 也许 爱媛比我更适合你 我不是礼物 我不是你们姐妹可以推来推去的物品 爱媛 你觉得你这么做很伟大是不是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好不容易才和你把矛盾解开 好不容易才把你从一棚手里抢回来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 对得起你自己的心吗 我 我 郡城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两个人都成了罪人了 不知道妈睡了没有 这么晚了 时局这么乱会是谁呢 爱梅你快快 外头时局这么乱你敢跑出来 你想吓死人呢 你妈人家来看你你还怪我 我还以为我死在外面 都没人关心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外婆家那边早就没有人了 你能上哪儿去啊 再说了 你这么好强好面子的人 怎么可能住在朋友家里呢 我就这么点能耐 也被你看穿了 可不是吗 你之前不是也上演过 离家出走这一出戏吗 现在时局不同了 这回啊就是八台大轿 我也不回去了 我出来已经一阵子了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我 妈人家正饿着呢 有什么吃的 有有有你等着 我去给你坐去啊 嗯 这个是军筹 混蛋 这一巴掌 我早晚要你还 碍雪 碍雪 你是不是还在想艾梅的事 也是 赵艾梅的性格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 这么善罢甘休 到时候她来找我 把少家人一块带过来 那就麻烦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搬走 你是说 我们搬家 对 我们走得越远越好 我们去一个艾梅 和少家都找不到 我们的地方 不行 我不能走 为什么 做人贵在诚信 当初 是我和奶奶去求的少家 也因为少家 我们面粉厂的财务危机 才可以解决 现在我们一走了之 岂不是落得一个 忘恩负义的罪名吗 没错 少家确实是帮你们解决了财务上的危机 可他们并不是无条件的 他们是成人之危 你完全不用为此 而背负上什么罪名 可 可是我们面粉厂的财务缺口 确实是少家补上的 做人不能过河拆桥啊 更何况 我要是易总 他们肯定会找奶奶算账的 奶奶年纪大了 真的经不起折腾 至少现在我应该回到奶奶身边 和她一起共同面对问题 艾萱 你现在回于家 少一鹏会放过你吗 我们俩好不容易 毕竟了千辛万苦才走在一起 你这么做不全白费了吗 郡超 我当然不想失去你 可是 你说我这么一走 我怎么对得起奶奶 对得起少家 艾萱 我们也不是永远都不回来了 只是暂时先避一避 等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面对 好吗 那你说 我们现在能去哪儿呢 现在时局不稳定 我看很多人都往南方走 不如我们也去哪里吧 妈怎么了 我叹我命苦 别人看我 是风风光光的 谁知道我心里的苦 年纪轻轻地守了寡 二十年来 一直看着于家人的脸色 辛辛苦苦地 把你们两个孩子拉扯长大 花了多少心血栽培你们 结果呢 现在你妈落难了 你们一个个躲得躲 闪得闪 让你妈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在这 不问不问 我看哪天呀 我死在外头 都没人知道 妈 你有完没完 今天落到这个地步 还不都怨你啊 当初你被那个姓徐的始乱中气 不得已嫁入瑜伽 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得到教训 学得聪明一点 没想到你还和他呕断丝连的 弄到这个地步 能怨得了谁啊 我没有 自从我嫁给了你爹 我就跟他划清了界限 只剩亲戚关系在 在感情上绝对没有任何欠扯 如果只有亲戚关系 你为什么三翻四次 让他进大发呢 我这还不是为了崇尾啊 妈 你就别自欺欺人了 像他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哥会认他吗 他会照顾我哥吗 事实证明他又出卖了你 出卖了大发 咱们瑜伽落到这个地步 你要承担大部分责任 你说够了没有啊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妈 轮不到你教训我 年纪轻轻的 感情的事你懂多少啊 少在这高堂扩乱的 是 也许感情的事你是比我懂 但我对爱情是始终如一 只要让我喜欢上一个人 我这一辈子都会喜欢他 我甚至为他去死都可以 既然我在你心目中 是这么的不堪 你还来找我干嘛 你走啊 你以为我爱上你这儿来啊 可是你和哥全都走了 我一个人上哪儿去啊 你说什么 冲围也走了 你走了以后可就走了 怎么会这样呢 他为什么要走啊 他又不是瑜伽的人 干嘛留下来让人糟蹋 不过 我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有骨气 佩服他 正着一天了 医院警察局旅馆科长都问过了 就是没有暗血的下落 这一个大活人 不可能就这样平白的消失了 快去通知全书 日本鬼子来了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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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这帮人没道理可讲啊 现在工厂都控制在他们的手里啊 那 难道就从了他们 待到的说不配合就派军队接收 我看 咱们还是先把眼前的事应付过去 走一步开一步啊 这些天下的日本鬼子 摆明了就是要面粉不给钱 强盗 土匪 我看 于老太婆的年纪大了 不再适合担任终日友好的代表了 你弟 去把那个负责人于崇伟给我找回来 听到了没有 哎 于总已经离开了于家 下落不明 我到哪儿去找啊 混蛋 你连我的命令都不停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怎么办呢 日本人叫我们每个月 要供应一万宝面粉 难道让他们吃饱了 去打自己的同胞 不行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从前 人来人往 整个城园热热闹闹的 现在 人去楼空 有事想找个人商量都没有 哎 哎 哎 画中文字幕这个作品 听到她说 用一摹 有事想找个人 特别不忍着 有事想找个人 builder 他说我 他说我 我 descobrir 你知道吗 阿嬷 波桃 波桃 你这个不孝子 你 你就这么狠心丢下你的可怜的母亲 就这样就走了 其实真正要走的应该是我 留下我这个老太婆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啊 波桃 现在留下这个烂摊子该怎么办啊 你告诉我啊 你帮帮帮 奶奶 你怎么了奶奶 一旁啊 奶奶在这儿 要向你们少家道歉 花了那么多钱 还是没有保重灭坟城 灭坟城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吧 这本鬼子已经整个控制面坟场了 奶奶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件事 我是想问一下 艾雪有没有回来 雪儿 雪儿不是已经驾到你们家去了吗 她 她怎么可能回来我这儿呢 奶奶 对不起 那天洗车在路上碰到了难民 我害雪被难民冲散了 我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她 她回来过吗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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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奶奶 可怜的雪儿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不能有事 你不能有事 你千万不能有事 奶奶你放心 你别着急 雪儿不会有事的 奶奶 你别着急 小小气 小小气 奶奶 雪儿啊 什么 你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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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占领了大发面粉厂 听说日本人 居然要大发 每月上交一万包面粉 那你正在为这件事发愁呢 可恶 他们侵略我们 还让我们给他们粮食吃 总经理 总经理 不好了 日本人 这里谁是负责人 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 我就是 有何指教 你就是邵东霖 很好 从明天起 皇军乍营用地的事 就交给你了 对不起 我们公司的土地 都有它的用途 恐怕要让你失望 混蛋 替皇军做事 那是天大的光荣 你竟敢拒绝 爸 刚才的话 你再说一遍 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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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